称名礼佛得清净 现在要讲我们称名礼尽每尊佛能够清净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一尊佛释迦摩尼佛能够清净一万劫的罪业 问题是我们的过去生并不只有一万劫 而是无始以来无量无数的生命 因此一定还有很多需要清净的地方 所以继续礼颤第二尊以下的佛 称名礼尽第二尊佛金刚坚固能摧佛清净两万劫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三尊佛宝燕佛清净五万五千劫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四尊佛荣尊王佛清净八截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五尊佛秦永君佛 特别能清净有语言所造罪的遮障 称名礼尽第六尊佛秦永喜佛 特别能清净由心所造的恶业 称名礼尽第七尊佛保火佛清净偷盗僧众四院财物的极重罪业 称名礼尽第八尊佛保月光佛清净在一节里所造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九尊佛不空见佛能够清净一节里身与义所造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十尊佛保月佛 过去无量身以来有可能多次杀害自己的母亲 因为顶礼第十尊佛而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十尊佛无构佛 能够清净无量身以来杀过自己父亲的罪业 可能我们心想这怎么可能 即使是过去世 我们也不可能杀自己的亲生父母 不过想想看 过去世你不一定获得人生 你或许曾经是畜生 畜生是很有可能杀害自己亲生父母的 也可能因此将来要多恶道很多次 这些罪业现在都能够因为称名礼尽这些佛而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十尊佛勇师佛能清净过去杀害阿鲁汉的罪业 同样的我们又会觉得自己怎么可能去杀一个阿鲁汉呢 但是过去生如果身为一位国王或是大臣 因为邪见的关系是有可能杀阿鲁汉的 称名礼尽第十三尊佛 敬行佛能清净过去生以恶心 用各种武器想要伤害佛陀的罪业 也就是所谓出佛生邪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十四尊佛 泛师佛能清净过去一万劫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十五尊佛水亡佛 过去生曾经侮入阿鲁汉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十六尊佛水天佛 过去生曾经杀过菩萨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有时候菩萨已化身现形 我们无法得知他就是一位菩萨 因此有可能犯下杀菩萨的罪 称名礼尽第十七尊佛 贤吉祥佛 能够清净过去世 杀害修行人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十八尊佛 山谈吉祥佛 能清净过去生 盗取深重财物 收入等罪业 如果你是一位统治者 而寺院深重 由你所管辖 因为邪剑的缘故 盗取或者抢夺寺院深重的财物 是有可能发生的 称名礼尽第十九尊佛 无量威德佛 能清净破坏佛像 或佛塔的罪业 称名礼尽第十尊佛 光吉祥佛 由称心所造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十尊佛 无忧吉祥佛 由贪心所造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十尊佛 纳罗言佛 在一万劫里 所造罪业跟恶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二十三尊佛 花吉祥佛 十万劫之中所造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二十四尊佛 泛光游戏神通佛 一千劫里所造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二十五尊佛 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十节里所造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二十六尊佛 才吉祥佛 因为过去习气所造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二十七尊佛 念吉祥佛 能清净身体所造的恶业 称名礼尽第二十八尊佛 善称名号吉祥佛 能够清净造作过一切 不令佛欢喜的恶业 这个意思是 如果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 不但自己修行 而且教授他人 让他们也能为利益他人而修行 这是会令佛非常欢喜的事情 相反的 如果你破坏别人修行的顺缘 造成他们在修行道上的障碍 这样障碍别人修行的恶业 是不可思议的 是非常大的 是令佛不欢喜的恶业 犯了这个恶业 也能够因为称名礼尽 善称名号吉祥佛 而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二十九尊佛 地床藩王佛 由嫉妒心而生的罪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三十尊佛 永见吉祥佛 过去所造作使他人 去做坏事的恶业 能够得到清净 所谓令他人做恶业 譬如一个地位比别人高的人 如果用自己的地位 教人去做一些坏事情 这样子的罪业 能够因为称名礼尽 第三十尊佛的名号 而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三十一尊佛 斗战圣佛 由于骄傲心所造的恶业 能够得到清净 称名礼尽第三十二尊佛 永见吉佛 能清净说离见语的罪业 也就是让别人分歧 不和谐的语言 称名礼尽第三十三尊佛 普遍照耀庄严吉祥佛 能清净曾经随喜别人 恶行所造的恶业 称名礼尽第三十四尊佛 宝莲花油布佛 能清净放弃正法的罪业 譬如已经入了佛门 后来反悔了 放弃佛法 放弃修行 这就造了毁弃圣法的恶业 称名礼尽第三十五尊佛 宝莲花妙筑山王佛 称名念诵奇琴宝莲花妙筑山王佛 就是忏悔过去曾经破过三昧爷界的罪业 因此能够得到清净 即使没有完全破了三昧爷界 但是曾经不如法实践 或者是即使没有完全破界 但因为不如法 没有完全如法实践 也是破了三昧爷界 因为众生造有各种不同的恶业 因此佛陀也就以三十五位不同佛的视线 利益众生 拜三十五佛颤 累世以来造作的各种不同恶业跟业障 都能够得到清净 以上是根据恒河水晶所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